它是查干湖最年轻的鱼把头 一直固守着在零下二十摄氏度的冰面上 使用软屎的东部方法 最后往下弯出就用五个码 它用的却是现代化手段 能多用机器就多用机器 这个照以前古老的方式 结成了很多人力 同样规格的两千里大王 一网十多万斤的鱼 几千至上万的人观看 其中隐藏了哪些商机 从一节那天 就是我家一天就卖了三十万 两个多月的数据 产余量达到了二百六十万件 经济收入是三千万 综合收入就达到了三点几百 两个多月的时间 三个多亿的收入到底是如何做到的 就是一千了 少一千不卖 那那扣网呢 那就卖没了 东部产业链条中的人们 又是如何各显神通 巧抓商机的呢 天还没有完全亮 冒着零下二十多摄氏度的寒冷 查干谷的捕鱼队开始出发了 压在马车下的不是陆地 而是一米多厚的冰层 这里依然在使用最原始的东部方法 这些拉车的马还能帮着捕鱼 查干谷 蒙古语为查干闹尔 意思为白色圣洁的湖 在查干谷 人们管指挥捕鱼队的人叫鱼靶头 总共六十多半亩水面的查干谷 只有四名鱼靶头 今年四十二岁的陈大军 就是其中的一位 陈大军是查干谷最年轻的鱼靶头 二零一四年十月刚刚上任 一二一二一二 后面挪 尽管更为先进的东部工具 早已在别的地方被广泛使用 可直到现在 查干谷仍使用近似于一千多年前的工具和方式进行东部 这种人工凿兵的方法 比起用机器凿兵不仅慢 而且费力 主要是咱们要这个原生菜 说查虎嘛 是最古老的鱼猎部落 查干谷正是利用这种原生的捕鱼方法 来吸引更多的游客 每隔十米的距离 就需要凿一个冰 目的是为了控制冰下一根十七米多长的窗杆 陈大军用这个钩子来控制冰下的窗杆 他是为了把这个杆摆正 前面有个钩子 我摆正之后碰住它那个钩子 它勾住这个杆之后往前送 往下一个小眼送 船杆通过二百多个这样的冰眼 在一米多厚的冰下 穿行两千多米 才能从最终的出网口出来 这边穿杆有多长啊 十七八米 我看见木头都有点软了 它就是软的 它硬了在这个窟窿往上随浅的时候 在这个窟窿往上拿 该剥拿了 穿杆是用来牵引这根细绳的 细绳后面系着这根黄色的粗绳 黄色粗绳连接着这张周长两千多米的大网 这张网在水下铺开有八个足球长大 只有用马拉脚盘的力量 才能拖动整张大网 一开始用一个马 两马 三马 四个马 最后往下完之后 就用五个马 网越来越多 越来越沉 两百多个冰眼全部打完 茶干湖今天的东部 进入了最后一步 收网 中午十二点 拉脚盘的马越来越多 冰上也已经聚集了上万名 从全国各地赶来看东部的游客 广州 广州 跑这么远来看这 跑完啊 我们曾对内蒙 布伦贝尔来的 从这么多看东部的游客中 有人看到了另外的一种商机 茶干湖烤鱼 烤鱼的味道不错 但显然还无法满足所有游客的胃口 出网两个小时 只能看到零星的小鱼小夏 今天来看东部的游客 都有点着急了 着急 真不着急 看半天了 老看等了多久了 两个两小时了 大概 我们也不知道它为什么一直空着往拉的 也不太清楚 这一网 这一网到底能补上来多少鱼呢 游客们好奇 鱼把头陈大军很担心 因为几天前 他刚打了一次空网 当然担心了 除了就为了打鱼嘛 要是打不着鱼的时候 回家吃饭都不行 打不着鱼 就是下面这小工啥都说你 都不配合你了 鱼把头都想打更多的鱼 但从2009年开始 查干湖就限制东部产量 在东部季节增加东部的天数 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梅里斯湖距离查干湖有400多公里 正领着大伙凿兵的这个人 叫杨东生 透水之后呢 就是抓紧把这个碎兵都清理干净 2012年 杨东生花400多万元 承包了1500多亩水面的梅里斯湖 杨东生看好东部带来的商机 同时梅里斯湖也具备东部的条件 2015年 杨东生第一年组织东部 并举办了东部节 梅里斯湖在黑龙江省七七哈尔市境内 近临嫩江 头一年组织东部的杨东生 却遇到了当地十多年来都没有遇到过的异常天气 整个腊月就没下过一场雪 梅里斯湖面接触了透明的冰层 这让杨东生更容易使用一种省时又省力的布鱼网工具 这个你别看它小 这是我们东部最重要的一件工具 学门叫穿网器 这个照以前古老的方式 节省了很多人力 像他们那种穿杆 十多米又要打一个冰眼 像我要下这个2000米的网 那就打上百个冰眼了 如果有了它 我就是最多不超过20个冰眼 穿网器可以在一米多厚的冰下直线穿行 每隔一百米左右 只需将穿网器取出就完成了穿网 现在我们的工人呢 在它的后方再打一个冰眼 然后把它取出水面 整个穿网引线这个过程就算完成了 网线随着穿网器从冰下拿出来后 明天就可以用这根网线 牵引连接大网的粗绳 在梅里斯湖 三个工人一下午 就可以完成穿网和布网的工作 杨东生购买了周长2000多米 跟茶干湖一样大小的鱼网 为了这个冬补节 杨东生金气球横幅电视广告 就花了30多万元的宣传费 他对明天的冬补充满了期待 按我的预计应该不会低于10万斤 因为咱这湖里鱼的储量相当多 然而杨东生毕竟是第一次举办冬补节 经验很少 有期待 更有担心 最担心的事呢 就是说咱们宣传的力度 如果达不到预想效果的话 来的人如果比较少的话 咱们打再多的鱼 也就持续意义了 第二天早上六点 杨东生的机械化冬补队就开始行动 很快杨东生就打消了没有游客来的顾虑 早上刚到八点 梅里斯湖的冰面上 就已经聚集了一千多名来参加冬补节的游客 游客大多来自齐齐哈尔市 我是室里的 室里的 离得近 离得近 开车二十分钟到了 我们是从富拉尔基过来的 这多远啊 四五公里吧 四五公里 你们怎么知道它这有冬补节的 我们这是广告呗 梅里斯湖的冬补 基本采取了机械化操作 这样就比查干湖的冬补 能节省了时间 也节省了很多人工 鱼还没打上来 来梅里斯湖的游客 已经自己先玩了起来 早上十点 冰面上聚集了有三千多人 而意外却发生了 鱼网全部被拽上了之后 只能看到林星的小鱼 大网在冰下串行时 被割开了一个口子 嘴下遇到障碍物了 把王堵刮开了一个口子 现在是鱼都孙着一个口子 跑了 结果上来的鱼特别少 鱼没抓上来 围观的游客突然向一个地方涌动 现场来的这三千多人 有人连网里的小鱼都没看到 显得有点失望 因为网破而没有捕上来鱼 让不少游客失望 可杨东生像是有先见之名 早已做好了补救措施 那么杨东生是如何补救的 这些鱼又是哪来的呢 远在四百公里外的茶干湖东部情况 又怎么样呢 鱼网即将收完 跑了一上午的马也要休息了 这一网到底能补上来多少鱼 所有人都拭目以待 然而鱼把头陈大军去预言 这次可能补上来的鱼不会太多 今天这个位置不能太理想 这个还是边 湖边了 你觉得能抓的话 好心意理想 觉得还不抓 抓个三万斤两万斤的吗 大网都被陆续拉上冰面 鱼刚一上来 立即引起了游客的抢购 还有一个 好大 就是到前面抢的吗 干嘛还抢不抢抢不到吗 对呀 人太多了嘛 很快大家就意识到 今天抓上来的鱼足够让每个人都能买到 上万条鱼被拉出冰面 每条鱼都在四斤以上 游客们兴高采烈的忙着挑选自己喜欢的鱼拍照 必须抓紧时间 因为在零下二十摄氏度的低温下 上一秒还活蹦乱跳的鲜鱼 下一秒就会变成冻云 看东部买鱼 已经成为了来这儿的游客 跟茶干湖的一种约定 这网的鱼出了非常多 真的是挺美的 买多少啊 我们现在是五条五十多斤吧 五六四斤吧 暂时先买这么多 我们下次再来 捕上来这些鱼 按规格大小定价不同 十斤左右的胖口鱼买的人最多 一条三百多元钱 茶干湖的东部最震撼和吸引人的 当属掏兜这个环节 每当捕到一大网鱼时 大网最后面的网兜里 都会聚集几万斤鱼 此时就需要人工把这些鱼 从网兜中掏出来 才能最终收网 当地人管这叫掏兜 这一网最终收获了十五万多金鱼 可对于鱼把头陈大军来说 捕的这一网也只能算一般水平 在我们打鱼类里头十来万就是常见 平平常常都得打十万八万的 随着茶干湖东部一年一年的丰收 茶干湖的鱼打出了名气 茶干湖的东部方法比较费人力 一个捕鱼队就要出动六十多人 十多匹马 整个捕鱼队挣钱最多的是鱼把头陈大军 尽管当鱼把头东部时一天挣的钱不多 但正是因为有了东部陈大军才有了另外的一门生意 他告诉记者 他一冬天做鱼把头挣的钱 还比不上他另一个生意一天挣的钱多 让我们先来看看四百公里外美丽丝湖的阳东生 是用什么办法来解决东补节这天没捕到鱼的问题呢 我看大家都买 我看挺好玩 应该鱼不错 我看挺大一条 原来杨东生看到大网没抓上来多少鱼后 马上开放冰院上一个棚子 供游客挑选购买里面的鱼 搞东部节之前呢 我们也做了这个准备工作 提前几天我们也下了两次大网 拽上了几万斤鱼 都提前存到网箱里了 就是为了预防今天这个网打不上来 不能让那个游客空手来再空手回去 杨东生在东部节前五天试了一次网 抓上来的鱼活力好的 都被储存在这个棚子里 东部节当天现场没捕到鱼 杨东生就把储存的这些鱼卖给游客 而且他把鱼的价格定的很低 根本不赚钱 定这个价格啊 基本就是说属于运营成本吧 没考虑赚钱这个事 主要目的呢 就是说想通过东部这个事啊 提高我们那个梅里斯湖的知名度 第一年举办东部节 杨东生没赚到多少钱 但他基本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他想通过东部提高梅里斯湖的知名度 吸引更多游客 靠东部旅游赚钱 那么东部旅游中到底有多少商机的 四百公里外 茶干湖边的居民似乎给出了答案 玉霸托陈大军在茶干湖边的自己家 开了农家乐 从2009年农家乐开张开始 东部节期间 陈大军的主要收入来源 就从鱼把头变成了农家乐老板 在茶干湖边 借东部旅游的商机 开农家乐的 远不止陈大军一人 他叫颜丽杰 茶干湖渔厂居民 2009年 承包了这个能接待游客吃住的院子 办起了农家乐 都看到别人家开饭店都挣钱 所以我这不也就自己开个饭店吗 从2009年起 茶干湖开始限制东部产量 以增加东部时间 来这儿看东部的游客也越来越多 这让更多当地居民 看到茶干湖东部 带来的旅游商机 我们这个鱼类文化旅游节的时间呢 它是两个多月的时间 所以说你要在短短的半个月的时间 要把这个鱼 作业生产产量完成了 那么呢 可能游客来了之后 观东部啊 看东部啊 这种状况产量就没了 在两个多月的东部节期间 游客每天到茶干湖来 都可以看到东部 这能够吸引到更多的游客 以前东部时间短 他就是说赶着有的客能来了 有的时间不做小的不来了 现在就是我们可以告诉客人 说他可以随着随着天天都在补育 你不用说得着急 然后这二十年对我们这个吃饭的客人 的扣着量这不也增加了吗 也就是多多赚钱吧 除了吃饭和住宿 茶干湖附近的居民 靠旅游赚钱的人不在少数 他叫翁俊里 2010年一次意外的遭遇 让他找到了东部期间 另一个赚钱的门路 当时在街上溜湾的翁俊里 遇到来看东部的游客 游客花五百元买走了他头上戴的帽子 我这帽子 我卖了这五百块钱的 我可高兴了 非常乐 这一帽子能卖五百块钱呢 我一看他买的亲 我都后悔了 第二年这就是一千了 少一千不卖 那这游客他非常买的多 那头一年我做了是五十顶 没能到旅游啊 没能扣网呢 那就卖没了 2011年东部一个多月时间 翁俊里跟家人一起 做了五十顶貂皮帽子 全部卖出 随后他又开发了羊皮袄 马拉耙子等旅游项目来赚钱 2014年 茶干湖周边地区 开设了二百多家农家乐 茶干湖东部期间 游客数量比2009年增加了一倍还多 达到三十八万多人 2014年东部吧 我们产余量呢 是达到了二百六十万斤 它的经济收入呢 是三千万元 那么呢 从整个这个东五节期间的旅游页来看呢 那就是说它的综合收入就达到了三点几个亿 我们这个鱼年年补 你那个量就是这样了 你不能突破出这些金了 而且你这个价格呢 也不能再省多少了 所以这旅游业 它发展的空间呢 是无限的 为了能多卖鱼 现在茶干湖 还跟一些快递公司开始合作 外地的客户不来 也能买到新鲜的鱼 而且来的客户买了鱼 也不用担心运输问题 这是方便咱们广大游客 办理错运嘛 因为这个离市区还有七十多公里 所以带到选择 原来前几年都直接到市区去办 特别麻烦嘛 不方便 2014年 茶干湖东部鱼销售额3000多万元 带动综合旅游收入3.4亿多元 这也是像梅丽丝湖 等具备东部条件的地方 开始要抓住的商机 他的老丈人一直对他很满意 没想到因为一件事 老丈人怒气冲冲找上门 我要知道的话 那百分之百的 我不能让姑娘嫁过来 这是定型的 我当时听了以后 我挺高兴的 说实话 其实挺高兴的 幸亏原来没跟你说 要不然这么好的机会 我拿不到手了 就这种感觉 面对愤怒的老丈人 他还能让老丈人砸锅卖铁 为他掏20万元 他说他做的事情 看着不咋地 其实前景很光明 我会想到这些人 那些人 都没有帮助 有点猜想到这些人